好的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 来看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 是美国的一家电子股票交易所 创立于1971年 是现在世界上第二大证券交易所 现有上市公司总计是5400多家 而纳斯达克又是全世界第一个 采用电子交易并且面向全球的股市 它在55个国家和地区 设有26万多个计算机销售终端 一般来说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的公司 以高科技公司为主 我们来了解一下 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 在不断的创新与变革中 形成了一套完善 但相对宽松的上市机制 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注册制 股权结构以及做市商制度 这套机制帮助谷歌 苹果等公司 在盈利能力不足的发展阶段 得以进入资本市场 把握住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最终成为科技巨头 美国的注册制贯彻的是市场化原则 一家公司上市 不论公司的规模大小 不论是否盈利 只需按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申请 就可以上市 整个流程平均在6到9个月 相关部门会严格审查申报材料的 准确性和真实性 但不会对公司的价值做主观判断 而真正做出判断的是市场参与者 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公司退市 是十分普遍和正常的市场行为 由于上市公司的状况可能发生变化 无法达到所谓的持续上市标准 就会启动退市机制 持续上市标准 对公司市值和股东人数等 都有明确的要求 另外如果公司每股报价低于1美元 且超过210天 则会被强制退到粉担市场 退市公司在恢复合规后 可重新纳入纳斯达克市场 不理解 谢谢大家